刚才您的丈夫描述 她是被捆起来 送到精神病院去的 被抬起去的 那么这种情况 这种行为 本身首先你是侵犯了她的权利 我们换句话来说 她现在医院已经鉴定她没有精神病 那么即使医院鉴定她有精神病 她在没有暴力伤害到他人的人身安全的情况下 那么采取这种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把她送进精神病院的方式 这是一种对她人身权利的 一种严重的起散行为 这种行为发生过了 你们是夫妻之间 我不多说什么 但是友谊不能有再二再三 你26年前你就能接受她 你能爱她 你跟她生活了26年 那么在今天来说 你不能够采取这样的方式 对她进行评判 这样的方式是对她的一种伤害 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拿自己的标准 去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好吗 这是第一点 老苗 刚才您太太说了 您的企业是一个家族企业 这个企业凝聚着你们三代人的心血 您不能把它当作个人企业 您为了实现您的梦想 您不能去损害这个家族企业的利益 这样做是自私的 也是违法的 您这样做是对于您的这个家族企业造成了 从法律上来说是造成了损害 所以说呢 实现你的春晚梦想是你自个儿的事 你别拿你老婆说事 也别拿国家大事说事 我在想 春晚是给人带来欢乐的 即便这个人上了春晚 但是给家人带来了泪水 他同样是不成功的 苗先生身上 有我们中国男人一个优良的品质 他爱老婆 怕老婆 但是对小平表演 你走火落魔 我们说 女人 最欣赏男人有才气 女人最讨厌男人不争气 苗先生今天出现这样的境况 有他的原因和基础 你这个误区 是由于你屡次成功所造成的 他长相不好 但是他能够跑到卢华四月的老婆 他家里很穷 梦想努力 造就了一个 培训的学校 成为了千万富翁 所以他认为 我只要有梦想 我就一切可以成功 但是你要知道 人不是全财 因为人 他有自己的缺憾 那么还有一句话 你也应该记住 人生有两大悲剧 一个是幻念俱灰 第二个就是抽出满志 有梦想是好事情 但梦想仅仅有勇气 是不够 他要去地气 他还要有灵气 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 这是一个关键 老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ど 海洋